香港第一個武漢肺炎死亡案例是撐警人士 他生前曾到過武漢 劉希良認為正是他的親共態度 使他相信武漢疫症是謠言 由於認知錯誤而失去生命 劉希良認為在中國經濟衰退 甚至可能爆發金融及債務危機的情況下 對習近平而言 疫症只是次要問題 他現在考慮的是整個中國經濟崩潰的問題 外界有傳中共因研究疫苗而使病毒外洩 造成僅此疫症 劉希良認為美國如果再對中共施壓 可能會直接令中共倒台 新唐人記者黃小翔 梁珍 王偉銘香港報導